白芹已经为食 既可昆潮又可素瓣 一口咬下去 脆嫩爽口 被誉为江南石书一绝的白芹 种植过程中却需要人工来拥土 环境恶劣 效率低下 菜农朋友们连连抱怨 新型拥土机应运而生 能否帮助菜农朋友们解决白芹拥土难题呢 敬请收看外发明 白芹排排庸 今天的演播室里玩的是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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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猜 猜 上来就让我猜 一白 一绿 这都是什么菜 我说这能难倒我吗 做过这么多期节目了 我哪怕是没吃过 我还没见过吗 然后我就先看了看这个绿的 我一开始以为菠菜或者是香菜 可是后来发现这叶子不对 有点长大了 而且看着像芹菜 这个我认输 我是真的不认识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这一盘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这个是产自江苏丽阳的白芹 我还真没吃过 但是导演告诉我说 这俩其实是一个东西 我说你别逗了 这不开玩笑吗 你看 你自己看看 这两个它长得哪一样啊 导演说那真是您少见多怪了 它确确实实是同一种东西 这怎么可能呢 大家好 我是想带你四处走走看看的龙小鸭 上次我来到丽阳寻找白芹 结果来错了季节就没找到 干了几天农活就回去了 这次呢 又过了好几个月 我再一次地来到了丽阳 想看一看当时我亲手种下的那些白芹 有没有长出来 再次来到白芹产区 江苏丽阳 小鸭在菜田里不停寻找 却只见满眼的绿色 没有一点白芹的影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这时 小鸭认出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种植白芹的菜农 吕师傅 好久不见 我又来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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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当时种的白芹 对对对 我看看 我看看 这怎么一点白色都见不着呢 都是青的 白芹呢 这个白芹种了以后呢 我们还没有用土 就像这样子了 用土以后呢 它变回来 一定要用这个土 它才能长成白芹吗 对 菜田里师傅们正在费力地 把泥土堆积在芹菜两侧 这就是吕师傅所说的 拥土 但是拥土以后 芹菜就会变色吗 这个道理好像讲不通 看小鸭一脸疑惑 吕师傅带着它 走向菜田里 难道秘密 藏在芹菜上 我现在去拔一个 你看看行不行 行 拔一个 你看 中间呢 你看中间不是 还有一个芽心吗 用好了以后 它在里面 在这个芽心 往上面长 它不尽阳光 长了一些 这芽心长出来的 就都是白的 又白又嫩 这些青的 也不会变成白的了 最后要吃这个东西 原来 白芹变身的秘密 竟然在这里 现在白芹中间的嫩芽 已经开始萌发 吕师傅他们 必须抓紧时间拥土 才能保证白芹的 品质和产量 挖这个土 不要太厚了 不要太厚 这样子挖 挖好 这样子一垒 一垒就这样子 不就行 你看 这样子挺好的 不要太厚 太厚了以后 太宽了 白芹属于水生芹菜 喜施 再加上几天来的 稀稀小雨 田地里坑洼不平 泥泞难行 一不小心 脚就会陷在泥里 拔不出来 看到大家都在紧张的劳动 小鸭也赶紧上前帮忙 把这个柱子扒下来以后 把这个板往后面移一下 往后面移 来来来 我帮你一块 挺紧的 拉不动 对 有点紧 拉不动 然后把这个芹菜把棍子把它调好 先要调起来 洗了以后把这个板往里面挤一下 往里面挤 放的时候要尽量挤挤一点 那接着我们往这边继续用土 先是要这样铲这一小块 一小块 这里再擦一下 然后这儿再擦一下 对 铲歪了 对吧 这里再拆活 然后这儿 帮大家铲这个 这一铁锹拿上来 然后 往这个地方放 好 对对对 坏了坏了盖住了 在吕师傅手里灵活的铁锹 到了小鸭这里 变得非常笨重 不听使欢 我们这个用土 这个要求也是挺高的 高度不能至于这个短的口子 有30公分 是30厘米 中间还把它压实了 保证它这个不紧阳光 一铁锹下去 至少10千克的泥土被铲上来 放在歪琴两侧 拍平压实 铁锹就有加菜 也更加好 一铲一铲地把泥土擂起来 不仅要弯着腰 还要胳膊用力 别说整天重复这些工作 就是干上几小时 也就直不起腰来了 在地里面干这个活真的好难 这个是得用腰上的劲吗 因为我现在已经很显然觉得腰比较累 厉阳的初冬湿冷难耐 此时的最高温度也不到10摄氏度 这也给拥土工作 增加了难度 我脚已经冻得有点麻木了 就是我剁这个泥都已经剁不磁式了 你们都不冷啊 你看我这个鞋 你们是家融的 我是单鞋的 干这个活呢 其实挺累的 挺有累有苦的活 这都两个四伏 一天最多 这点用这么两条 拥土作业速度非常缓慢 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走出了五米左右 这样干下去 这大片的白琴地 能在紧迫的时间中完成拥土吗 弄了鼻涕出来 让我来吧 你干得下真的不怎么样 我刚才那块还行 您就觉得我这个 我这个我是真的没体力啊 那你休息一会吧 我来 即便是动作麻利的工人 四个人干上三天 才能完成一亩地的拥土 吕师傅今年种了八亩白琴 按照这个速度 他们还需要24天 才能完成所有的拥土工作 但是白琴却不等人 已经萌发的心芽 每天都在生长 如果不能及时为他们拥土 遮挡阳光 势必会影响白琴的品质和产量 这该如何是好 熟悉的声音出现 是谁这个时候来找吕师傅呢 上一次我们来到立阳 曾亲眼见证易师傅的白琴排重机 以一滴十六 轻松解决白琴种植难题 这一次 他会不会又有新的奇思妙奖呢 发明人易师傅 发明项目白琴雍土机 易师傅这次研究出来的机器 能不能解决 拥土难题呢 在易师傅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 大约100米外的田间地头 一台像铁架子一样的机器 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个机器让我真是非常看不懂 我从这边也逛一圈 来来我们从这边也逛一圈看看 好复杂呀 我看看这个怪怪的 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雍土的资格 一位名的白琴雍土机 用拖拉机驱动 采用履带行走 通过两侧双螺旋叶片取土后 将土推送挤压件 雍土机构内成型 从而对白琴进行自动拥吐 一次作业可实现两行拥吐 这个拥吐啊 我们人工也比较小心 因为这个琴菜 琴菜我们花这么大的本钱 是不是 万一用咋了怎么办 用好人不好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就试一试好了 你就是用坏了 你琴菜我牌你就是了 用坏了它包牌 你愿不愿意让它试一试 有了易师傅的承诺 吕大叔同意试验 在易师傅的指挥下 机器开始拥吐 这机器刚起步 易师傅怎么自己就叫停了呢 这个土呢是全几天 全几天干在里面了 干在里面呢止不出来 现在呢成型咱们有问题 原来是试机时的土 干在了机器里 影响了拥吐成型 经过清理 机器终于能正常投入工作了 可是机器没走多远 又被吕师傅叫停了 你看这个包子的芹菜 都压了 这件机器经过后的菜地里 泥土并没有直立在芹菜两侧 而是重重地压在芹菜上 这让吕师傅非常生气 这压完都没办法恢复了吗 那肯定浪费了 肯定没用了 这没用了 我讲这个机器不行不行 你还要再做什么价格 再做这个给你试 不管我的机器不行 你看 你看人都不好走的 机器怎么好走呢 你看 要不我那个就可以用的吗 是不是 还不认为你机器不行吗 钱子在下来 土里面的呢 摔不加多 你不要造价格 你刚把我的机器都浪费来了 是不是 你赶紧把车子开上去吧 自己是好的机器 还是出现了问题 难道是由于一连几天下雨 土壤中水分含量过高导致的吗 还是机器本身仍然存在问题 义师傅百思不得其解 吕师傅虽然心疼被糟蹋的白琴 但是也并没有让义师傅赔钱 但义师傅按下决心 一定要研发出来机器 还了吕师傅的这份人情 在家我做出白白都是农民 我看到我们当地的白琴 就是在白琴这个产业上 没有机器 全部是人工 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肯定我要把这个机器 一定要把它粘付成功 很多人小看我 都不成功 我不怕 努力不一定要成功 但成功你不会努力 义师傅不断地去白琴地 实地查看 想要找到改进机器的方法 但终究还是没有结果 可就在这一天 他听说当地农机局的专家 蒋秋心来考察白琴 他赶紧把蒋老师请了过来 用土 用不出来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角龙的半径 适当地增加一点 这边我看 可不可以把这个成型枪 下角面 稍微再放大一点 这样它这个沉重的面积大了以后 它可能就是不容易倒塌 加大角龙半径 就增加了取土量 拥起来的土更加厚重 加大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拥起来的土会更加稳定 这两个小小的改动 难不倒异未明 机器很快就改好了 我们也文讯前来 益师傅 你好 你好 我来给你讲说 这个小爷 你好 你好 我们蒋公 蒋公 蒋老师 你好 是帮着您看机器来着是吗 我经常给他帮我看一看 这个角龙你说取土量不够 后来我把取土量的半径 把它直接把它加大了 改进后的白琴拥土机 增大了取土角龙直径 使两个螺旋取土机构 能取更多的土 增大了两个拥土机构 下侧的角度 使拥土的底面面积增大 拥土更加稳固 我怎么还是到 吕师傅来去试试 别别别 我觉得您先别去吕大叔那了 万一又弄不好 然后又遭吕大叔一通埋怨 先到您的地里面试一下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先去替您说服吕师傅 然后咱们再去找 我觉得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来到菜田 我们发现 今天白琴地的水分含量 比上次更高 这一次 义师傅改进的机器 能不能达到大家的满意呢 接下来就看机器的表演了 机器启动 缓缓缓向前 两行整齐的泥土墙 慢慢呈现出来 看上去比上次好很多 但这样的情况能稳定住吗 会不会再次倒塌 大家都为机器捏了一把汗 你看看 你看看 我现在试试用的土 行不行 这回真的是就跟那个水泥 泄出来的一样很平整 但是您作为那个专业的这种眼光来看的话 它这个气墙呢 它这个培土呢 主要是考虑到精彩的白黄 我觉得这个这种强 这种强度跟这种整齐度啊 应该是不比传统几百年以来的 这个培土效果差 为了给大家展示效果 易师傅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居然还能在拥起来的土上行走 看到这样的效果 能让大家满意吗 我这次是很有信心 要去给吕大叔 再隆重推荐一下您这个机器 这一次机器的效果 得到了蒋老师的认可 那吕师傅能不能答应 跟机器来一场大比拼呢 经过我们的劝说 吕师傅答应 第二天下午 跟易师傅的机器来一场比赛 第二天下午 大家如约来到比赛现场 易师傅抓紧时间 再检查一遍机器 吕大叔找来人手 分配工具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我左右两边呢 就站的分别是人工队 还有机器队 他们即将在这一片场地上 进行最终的人机大赛的对决 这边机器队的代表是 你好你好 易师傅 这位是您的帮手是吧 这是我们今天的专家评委 蒋老师 然后这边呢 吕师傅 吕大叔 这边是您即将要参加比赛的所有人员了是吗 对 你们打算一会怎么比啊 我们一会我们十个人我们分成四组 分四组 四组以后呢我们两个人一组 正下两个人呢 哪里一个人不好的时候 我们稍微再加加工就这样做 给自己加加油吧 好 我们比赛 我们有没有学习啊 有 好 一会儿看你们的表现啊 各位 好 然后这边 我们两个人 我们十八组 我们肯定赢 我们谁没有他们大 你看等一下 赶下来 知道吧 用十个人工和易师傅的机器比赛 看来 吕师傅今天是有意要为难易师傅 易师傅面临的难题 还不止如此 这个天气不太好 刚才是下了一些小雨 您觉得会不会对于 他那边造成困扰吗 这种环境呢 对机器队呢 稍微有点不利 这个天气的天空都不准美 他们帮了我们的嘛 但他们肯定是不利的 我们人工都是老师傅 都搞了几十个人的青菜的 您这边会不会有这个担心啊 有一点 连易师傅自己心里也打鼓 看来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负 很难确定 两边各一亩半顶 然后呢 根据它这个拥足的质量 跟它拥足的速度 我们呢 这个衡量最后的这个渗出准 好的好的 那双方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我们现在各就各外 到自己的位置上 一会儿随着我一声令下 我说开始 咱们就开始 在这之前 谁都不准提前先搞小动作 好了 好的 双方按照规定 站在同一起点 比赛事实待发 这边机器队 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好了 人工队 女师傅 我们准备好了 好 下边 现在我宣布比赛 预备 开始 比赛开始 机器队一马当先 迅速超过了人工队 但是 拥土的质量怎么样 还有待考察 它这个土壤的配比 软跟湿度不一样的话 它就是会采用这种现象 现在弯曲的 就是进去的土太多了 多了以后 它就才能挤压了 光软区区这个 看那个那 我感觉又快倒了 这个岛跟它的机器的 架比较超多 还有原因的 因为你不可能 看一条直线 但我真的现在 它走到它上一楼 我太担心 这机器这边的情况了 人工队的作业效果 又如何呢 它这个 拢具里面的间隙 都是控制比较好的 比较紧测 人工队这边 除了速度不行 它这个质量倒是很好 质量可以 人工队每两人 拥一笼白琴 大家有条不紊 配合默契 下敲 铲土 倒吐 压平 动作一气呵成 快速连贯的动作 凸显出比赛的紧张感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机器很快完成了 一笼地的拥土作业 而此时 人工才走出去 不足五米 速度如此悬殊 难道人工队 真的要输给机器了吗 就在机器将要完成 两笼作业时 却突然停了下来 大家赶紧过去查看 机器坏了吗 是坏了吗 怎么了呀 我这好大一角啊 为什么呀 土上它含水量太高了 土上要干一点的话就会好 除了速度 质量也是 赶紧去 赶紧借把桥 由于司机师傅求胜心切 加快了驾驶速度 导致取土太少 有一些地方 出现了泥土倒塌现象 一师傅赶紧去拿铁桥 修补挽救 一师心急 竟也跟着出现了意外 哎呦 慢点慢点 看到摔了一跤 没事吧 你看这边的泥溪的纹 我再次的出不来了 这机器队 还能继续参加比赛吗 cé计刀 绝对 新疾病 我再次做的 纹 在带予 相同 联系 会 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工队的师傅们在这大冷天也干不动了 都歇了起来 机器可是一直不停地往前走 今天的胜利究竟会属于哪边呢 机器拥土的质量又能否过关呢 机器都回来了 我们干完了 干完了 来 人工队也停下吧 咱们都回来了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 机器队率先完成比赛 综合质量和速度 今天的胜利花落谁家呢 我们速度上这一块肯定是机器取胜了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您也认同吧 我承认 认同 认同 但质量怎么样 您说了算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来 来 吕大叔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先去看看机器队的那边的质量 我们就这边吧 这点算可以 还行吗 还行是吧 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质量 基本上能达到它的芹菜的要求 可以啊 站下来看看 不会给人踩踏了吧 辛辛苦苦 来 您服务一下 好 你看 这个强度什么东西 强度可以 可以吗 吕大叔 可以 可以吧 这肯定没有问题吧 站两个人也没问题 对 机器队的质量达到要求 拥起来的土还能占人 那人工队的能不能行呢 这个是传统的人工用土 质量是没问题的 这个我是不是也可以站上去踩一下 可以 可以 可以站在那 好 您再服务一下 这个会不会塌呀 不要 不要紧 这个也没问题 但是这个土是软一点 没有那个那么紧实 那我怕给人踩塌了 这站俩人我就不太敢了 哎呀哎呀 你看 这个泥还是稀 泥还是稀 它的紧实度还是要差 但是基本也是能满足芹菜的要求 好 好我们回到那边去宣布最终的比赛结果吧 通过这个人机的这个比赛 按照目前这种这个效率 一般来接近60到70个人 才能抵得上我一个作业的这个效率 所以呢 我要宣布啊 这个机器队获胜 恭喜您 恭喜您 金河你要是种白琴的话 我肯定免费的给你 帮你干 这样的话 我当然也可以 我肯定要请你给我帮忙 好好好 我们说其实像白琴这种种植方法 其他的蔬菜有没有呢 有 让我想起了什么 九黄 这个韭菜到了冬天啊 在种植的时候啊 过去人们就发现 给它附上土啊 或者附上马粪 然后呢 放在温室里头种植啊 也能长出啊 不带绿色的啊 像韭菜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九黄 看来啊 这个南北方啊 虽然说啊 不同的季节 咱们有不同的蔬菜种类 但是大家伙呢 为了让一年四季啊 都吃上美味的蔬菜 从古至今 真的是想了不少的办法 至于说 这个白琴好吃不好吃呢 我觉得啊 大家还是要自己来尝一尝吧 我个人觉得 味道还是相当好的 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